我们今天骑行泰国 鹿域这个地方举行一场 应该是不知道是村级还是县级的足球比赛 感觉是一个村子对一个村子这样子的在比赛 所以他们像这边上的帐篷 每个帐篷里面的人穿的衣服颜色都不一样 我感觉是每个村子的自己搞的啦啦队一样的 在这边 小门员 年龄不小啊 这应该是泰国中年男子足球战 大家是借机在这里狂欢啊 现在场上进行的是点球大战啊 我们一来就进了点球阶赛了 踢到球阶上了 踢到球阶上了 噗出来了 噗出来了 怎么化身 吃过群众啊 另外两个村的足球队现在开始上场了 这两个是裁判 看起来还挺专业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哪个村队哪个村 啤酒瓶 他们每个啦啦队伍穿的有专门的后援服 然后还会自己带很多吃的来 有的烤乳猪啤酒什么的吃的 在这边他们的啦啦队搞的 在这边一边吃一边喝 感觉就是搞狂欢一样的 然后边上有一些卖食物的 因为我们是刚刚从这路过 我们也买点食物 买点吃喝 买点吃喝 我们随便加入一个啦啦队 咱们就吃瓜 看比赛 这边烤肉十太猪一串 二十买一盒这个 我们也买十串烤肉啊 这个是甜辣酱啊 烧死的爷爷 泰国里边吃烤肉 他们都会配一点这种青菜啊 简粒 来个菠萝 这是多少 二十 二十 二十啊 给压满一点 看这里 哈喽这里还有啤酒 冰啤酒 这个五块钱应该啊 这些应该够我一个人吃了啊 我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啊 加入他们 称为吃瓜群众 大人的天呐先开罐啤酒喝着 今天温度三十好几度啊 热得很 这个类似我们国内的馄饨一样的 不知道里面是啥 这个类似春卷 里面放的是粉饰和白菜 咱们就搞了一把椅子啊 把吃的挂在这里 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看他们踢球 变成这个啦啦队 越来越壮大了 人越来越多了啊 國人 下门 啊 没劲没劲啊 被守门员把球抱住了啊 大脚开出去 大脚开球 好 停住 停住 停住啦 这是一个脚球 脚球 接外球啊 接外球啊 好 被发点球了吗 被发点球了吗 扔一球 扔一球 全场扔一球 进去之类的扔一球 非常危险的时刻 非常危险的时刻 看双方的啦啦队 加油 那边是对方的啦啦队 这边是对方的啦啦队 这边是对方的啦啦队 骑自胡起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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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开球进啦 哇 球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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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一定非常精彩的金球 这是来自泰国乡村的足球队 对他们的精彩金球干杯 非常精彩的一粒扑球啊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场上两支队伍的队服颜色非常相近啊 一个是橙色一个是红色 所以我们刚开始来的话 有点分不清这两支队伍的这个球服啊 颜色太相近了 这应该是接下来要上场的两支乡村队伍啊 他们已经开始在热身了 已经开始在热身了 我们看看这一次对我的球员啊 连非常的年轻 非常年轻化啊 像我们刚开始来看的那个队伍的话 球员的年龄都比较大啊 都是中年人 这支队伍的话 他们的都是年轻人啊 哇 停球技术不错啊 这不像乡村足球队啊 感觉比咱们的海生队要强一些啊 没劲啊 没劲啊 这个球没劲啊 看到人家的乡村足球都有这个技术的话 真正为咱们的海生队捏把汗了 以后亚村足球都打不过了 好比赛结束啊 时间到了啊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队伍赢了 因为我们没有看完全场啊 刚才在这买东西啊 我干啥去了 不知道是哪个队伍赢了啊 这比赛看呢 我这个烤肉都吃凉了啊 都忘了吃了 我听不懂 我不是泰国人 I don't know 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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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from China I am from China I am from China 中国人 我听不懂 这个老乡给我讲话 我听不懂 他给我打招呼啊 我听不懂他说什么 现在是接下来的两支村队开始上场啊 另外两个村的队伍啊 看上这些两支队伍先要好开一个 半 C don't go 哦 C win 接下来上场的两支队伍年龄都比较年轻啊 看起来 也有一个比较年龄大一点啊 就是最右下角的一个 这个年龄比较大一点了 慢慢看他们的比赛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没有 拉拉队在这边阻挡我们的视线了 我们可以直接坐在这里啊 一边吃一边看啊 刚才是有拉拉队阻挡我们的视线啊 咱们看不清全场形势 现在可以看得清啊 这两支年轻的猪球队看样子平静比较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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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场段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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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他们的脚法真的还不错啊 排球这些 amazingly 这还可以是乡村级别的足球队 红档 大脚开到前场 这球这么远的球 居然被他们贴下来了 真的不错 哇 这个露球露得漂亮 朋友们看到没有 泰国乡村如球啊 这是 他们真敢做动作啊 这种场上他们还可以投球 像耍花式足球一样在那踢啊 哇 这群年轻人真的可以啊 哇 这个球 力道过大了啊 直接开出了边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觉这支蓝队他们在门球以后都喜欢开这种前场定位球 打脚掉到前场 没有找到废主 今天被乱下来了 就是这样开 这是他们的战术 太阳 太阳 上半场时间结束 下半场开始 下半场继续开始 继续踢 下半场是由白衣服的球队往右侧攻 蓝衣服的球队是往左侧攻 下半场是由白衣服的球队往右侧攻 下半场是由白衣服的球队往右侧攻 白队获得了一次脚球的机会 今天这个蓝队整体的进攻比较连软无力 他们都偏向于直接大脚开到前场 而白队的话都是凭借细腻的脚下技术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这可以看出两队的进攻技术还是不一样的 进攻路线不一样 蓝队要换人啊 换下换上10号上场了 因为蓝队输了一球啊 所以他们现在拼墙也比较更加积极一些了啊 刚才一阵门前的混战啊 还好守门员抱住了球 在输掉一球的情况下 你不能再以保守的踢法了 必须全力以赴的踢抢了 还是地面推进啊 我们要再指ic 赔得好像商量 咱俩货 你能赴得咱俩货 咱俩货 咱俩货 货 货 咱俩货 咱俩货 俩货 字 怎么 什么 Remember 什么 就是 是 这 怎么回事这一家 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当地的一个街道的一个社区学校 可以看看 社区学校你的足球场 前面也有一些小朋友在踢足球 自己在篮球场上踢足球 我们刚才用翻译软件翻译了一下 车上面写的这些字 是告诉你 要扔掉垃圾之前 要把垃圾先分类 也是一个垃圾分类宣传车 跟咱们国内一样 咱们国内现在也是是垃圾分类了 好了比赛结束了 这场比赛应该是白队获胜了 刚我们看到白队进了两个球 两队实力上差距还是比较大 今天活动就算结束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他们前面那个喷绘上面写的字 应该就是一个街道的运动会 街道的 就是一个村籍的 真的就是个村籍的 现在已经开始拆装饰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刚才看了一下 在年轮栩 最后酒店 到场走 Yes 这是一支禁毒宣传队 大家看 前面抱着的是太黄的罩店 接下来就是宣传各种 禁止各种毒品 各种药物 大麻香烟 什么都禁止 有点学校运动会那种感觉 他们也是在前面放个牌子 代表自己的队伍 有点意思 泰国的运动会 运动会的感觉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这主持人 这个领奖台有点小 只有一个的代表人不在上面 办法四个奖杯 前四名 不是奖品是啥 有一个奖 这是不同的奖项啊 这是不同的奖项啊 我办了这个什么奖项 完全听不懂啊 该办好几轮啊 可能是最佳金木奖 最佳古地奖 好几轮啊 这次队伍得了四个奖杯啊 厉害啊 这是哪个村的 还看一下上面想是哪个村 搬了七八回奖了 就不知道是什么奖啊 应该是人人参与奖啊 每个奖项都有奖金啥的 我看他们都现场拿了一个纸条 然后去那边兑换奖金呢 现金 好结束了 面向国旗 现在是降国旗了 来了 真的 去 kep 去 去 他 glass 好 什么 结束了结束了 感觉跟咱们国内的运动费也差不多 我们刚好把所有买的东西全部吃完 活动也结束了